就是上次北二高在基隆那边 那个发生一个崩落 一个顺向坡的问题 那这边会不会发生 因为这边有断层经过 断层它从哪边经过 现在地质学还很难讲 因为你要做很多的测试 那问题是我们现在还没有 这样的知识跟能力去做这些测试 那现在他们的想法就是说 当这种事情发生之后 地震发生之后 他就要把水灌进去 所以这个是核电厂的围组体 它的外面的枪 所以他说我这边就用 大家可以看到就跟那个消防 消防用水的那个一样 他就说我就把水灌进去 我当场就跟他们说 你们想的非常天真 很可爱 这种设计很可爱 但是你真正发生的事情 我刚刚讲过 你的阀门还是好的吗 你那些管子是好的吗 管子不通怎么办 还有一个你的Bump是好的吗 里面这些Bump 他说我们都换新的 好都是好的没有关系 但是就算是你今天要把这个水 要注入到反应炉里面去 有没有可能 不可能 因为我刚刚再举例 任何一个家庭主妇都 如果用过快锅的话 快锅在煮开的 在加热的期间 你千万不可以把锅子打开 对 对 你那个压力就会喷出来 然后你怎么把 你这边 等于说你在快锅上面 做一根管子 当你的这个瓦斯炉 关不掉的时候 你就加水进去 你想想看 有没有可能 在这个时候把水加进去 不可能 不可能 因为它里面压力太大了 压力太大了 所以我想 这些核电厂的人 他是不是太天真 太可爱了一点 就是说都是理论上可以 我觉得你连理论 理论上都讲不通 对 这一点 就是说你 任何一个家庭主妇都知道 我在快锅在煮的时候 千万不能开盖子 我也不可能说 我在外面 拉一条管子说 我等我里面太热的时候 我要降温 我倒水进去 倒不进去的 你哪怕你要把那个水 灌进去的话 那你要有产生 跟核反应炉一样的力量 才能把它 比它更大力量 才能打得进去 有可能吗 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今天花了十几亿 又是在做虚工 是 董事长 这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图上面 它这个核一厂 核二厂跟核三厂 尤其是核三厂 距离这个断层 恒春断层 只有1.5公里 其他距离断层 非常的近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地图 它等于是 就是在断层的旁边的意思 所以它这一直 往海里面延伸 过去它只坐到这边 没有往海里面延伸 它后来长度加大 对 加长了 对 因为我们现在要增加这个核电厂的抗震的能力 所以要花 因为那时候是发现 两三年前发现有这个断层经过 所以要决定要把它的结构加强 那现在是现在评估出来要九亿五千多万台币的这个抗震的这个工程的新建的经费 那大家就会觉得 他不是快要厨艺了吗 你还要花这么多钱 这样到底滑得来滑不来 所以有人就会 而且厨艺还要很多钱 就是你刚刚讲 那所以有没有可能要研溢 对 他绝对不能够再研溢了 但这个钱要不要花 我个人来看 绝对要花 你不要认为说他一厨艺 今天宣布说明天厨艺就厨艺了 不是这么简单 他原来的人员原来的运作还要再持续十年到二十年 真的啊 为什么 他不发电了 因为他里面的核燃料要让他慢慢慢慢冷却下来 比如说你这个原理很简单 我刚刚讲快锅的理论 快锅你把火洗掉以后 你是立刻可以把快锅盖子打开 不能 千万不行 半小时以后 同样的道理 它里面还很热 一个是辐射热 一个是温度的热 所以要慢慢慢慢慢慢让它降下来 要十到二十年的时间 所以十到二十年的时间 以台湾现在刚才讲的 每一个核电厂里面的高强度的核废料 还是会发生 如果发生地震 会发生问题的话 它的威力仍然很大 非常大 像现在像前天 日本的首相 野田家宴去看福岛 不是看爆炸的一号机二号机 反而去看当时的废燃料出了事情的四号机 因为那个是被全世界的核能人跟科学家所认为最危险的 因为它那个东西重新再启动的话 那个威力是非常可怕 因为它外面没有壳子去保护它 就像我们也是一个这个同样的问题 所以你说这个恐怕不是八点九亿 不是九点五亿 可能九十五亿一百亿都要花下去 你说除亿 除亿不止 你三个核电厂不算核四 我的估计是要十兆台币 在未来三十年 这个我有根据的 以后我有机会再谈 那这个都可以去计算出来 那如果到时候国家财政不允许 那就让核电厂不除异 有没有可能发生这种事 那现在其实全世界 可能电厂都是很多都是民营的 基本上他们的政策就是一路玩到挂 因为没有人愿意去负担这个除异的成本 太贵了 非常非常贵 前面赚了后面都赔光 赔光要赔好几倍 倒赔 对 那这个是一个今天整个除异的问题 当然是最大的问题 但是你能不能散终 我说你是能够寿终正寝 那是喜剧 你花了十兆台币 结果换来一个寿终正寝 还是喜剧 还算好 对我怕你最后搞到七孔流血 整个台湾 像这边在讲到 我们整个半径 你知道这个半径 任何一个半径 最少人口三百万 最多人口将近四五百万 这个圈 这个圈